段哥 你这位是谁呀 谁呀 谁呀 谁 介绍一下 朋友 朋友 什么朋友 他说的是朋友 不是妹妹 他以前从来都说我是妹妹 是亲戚家的小孩 小大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我朋友叫桑志 在这里念大学 这位是迅哥 是我们中台部门的技术顾问 也是思韵姐老公 李迅 迅哥 你好 那个那个 贾阳 我是段哥小弟 你好 叫我小白就行 你好 我叫张松 也是段哥的小弟 你好 小波 你好 我是小波 好漂亮 你不是来吃饭的吗 去吃吧 一起呗 公司聚会 既然是朋友的 一起吃 服务员 能拼到桌儿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咱们平坐 开单 先生 要不我们单独去吃 可以吗 迅哥 思韵姐 我们俩还有点事 你们吃我们先走了 不一起吃啊 你们吃 姐姐在家 哥哥在家 这又走了呀 不一起吃啊 对对对 走了 不 哥哥 跟你他走了呀 我 想吃什么胖 我来订餐厅 我 我还不饿 嘉学哥 我们之后不要再来这个餐厅了 我觉得我们跟她不太适合 其实她们就是想凑热闹嘛 也没什么恶意的 我知道 我是说这个餐厅 好了 那我再去找找其他的 佳许哥 是你让思云姐跟我解释的吗 她都跟你说了 她都跟我说 佳许哥 之前在机场 你不是也跟我说过吗 我相信你的 是吗 我知道 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总是喜欢去相信一些自己 奇奇怪怪的第六感 而且我也不想让你误会 不然 以后麻烦 那我们待会儿去哪儿 我呢 我们 你如果不想吃饭 不然我们去看电影 我知道最近上了一个动漫的续场版 我刚好知道傅俊勇家电影院 应该在前面 应该在前面 还有十五分钟 不用着急 佳许哥 我可以点一杯饮料吗 可以啊 想喝什么 那个 白桃乌龙 三分糖 白桃乌龙三分糖 要大杯的热的 怎么样啊 不用了 谢谢 一杯就够了是吗 嗯 多少钱 这边少码 白桃乌龙三分糖 热的 好了 我可能 要晚点回去 啊 我怎么会继续